在李文的首带名单上,出现了一个让人失败已久的名字,段鱿鱼,自从在去年夏天进入一线队以来,这是段鱿鱼第二次代表李文一线队首带出场,上一次则是在贺岁堆当中,当时李文在香港要脚道球场,地震秒去杀人,他从拖鲁丝脚下抢下皮球,然后送出城中助攻队有破门,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启程足球之路。 深刻得贯成人生指路灯,对于正宜一二三小将的过去,大家可能了解的并不多,他有着似百度近视,曾经是深圳市的学道之一,在足球梦想的指引下,段鱿鱼一步一步地脚印的套路了李文的首帮名单,足迹来自四川的段鱿鱼,在1998年出生,深圳作为中国的经济特区,有着更为开放的社会环境和足球背景。 2004年,深圳建立宝成功夺取了首届中超冠军,而与紧六岁的段鱿鱼,却好在场内见证了深圳足球史上最为辉煌的名秘,得了击足球的想法,在得贯献者的伴奏之下,占据了段鱿鱼的整个大脑。 就此,踏鱼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,突如其来的冲净,让郑鱼一可断地暴露了深圳足球系列邦,但这样的想法并非一时冲动。 在用备繁忙的人会会学习以外,段鱿鱼几乎都把所有的客鱼时间挖在踢足球上。 在中国的传统环境下,踢球和学习往会被认为是有冲突的,或者踢球会浪费时间,荒废学院。 但可信的是,在段鱿鱼的生活中,就两者反而成为推动他踏出门一步的助脱器,扑具力加盲鲁门,去百万千次费交继衡到他凭借医义的成绩,考入了深圳市正短中学翠原中学。 段鱿鱼曾经评价道,文科水平较弱,数理化成绩一直比较好,2013年,段鱿鱼带着双重身份,进入了翠原中学高中部。 当时身边的同学正能力的对战高考,段鱿鱼已经代表国上队参加NN6,国上下运赛,并且攻略了三球。 对于道队层教练来说,踢球不只是身体上的运动,而球员懂得如何聪明的踢球其实不为重要,比如在合适的时机,做出传球或者胜能。 因此与其他同年营端的球员相比,段鱿鱼在这方面的技术是相当可贵。 学运和世约争争争争,九州四百度近视的学大,逐渐被同学军作为眼睛前锋, 证明翠原中学竞赛班的学生已经收到了广州恒大、山东里门等国内豪名伸出的展览之。 恒大甚至愿意为段鱿鱼配上斯文教师,方并行为持学乐。 根据段鱿鱼的父亲段鱿鱼的回忆,当时有球队愿意给出200万的转货费。 在交上一笔与转货费差不多的仙费费。 在小婉里门的段鱿上,班师张海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 当年正是他将段鱿鱼照顾了国上队,得到了发挥机会之后,段鱿鱼选择了与医师再度重逢。 在鲁门医队续写特级的足球故事。 他这次较值100万年的转货,打破了深圳医队鲁鱼,转货和段鱿鱼校的15万年预录。 佳门鲁门之后,段鱿鱼立即备奋完巴西锻炼。 国内的生活虽然比较枯燥,反而让段鱿鱼更加能够把精力放在足球上。 每每足球比起国内更具有身体对抗性,技术高求更高。 2017年,足球举办了《我要上奥运计划》。 只在选拔市林球员参加2020年登进奥运会。 对于段鱿鱼来讲,此刻迎来了梦境的绝交时机,他和国代表也能参赛。 今晚梦到最后林,三部敌国二选拔队。 但是段鱿鱼负重负射的经营数据,所以引起各界的注意。 回国至今,段鱿鱼再也没有日选过国富汉球队。 因此,他正等待着一个全新的机会,来继续证明自己的价值。 当前在鲁门阵中,与段鱿鱼处于同年龄段的幽暗三球员,鱿鱼,还有田馨,刘察郎。 当时段鱿鱼与几名队友,与同被上调制鲁门鱼线队。 可为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。 许多意外,在娃军称,郭甜宇,奥鲁继绿面的情况下, 大鲁鱼会有更多在中超和卓协奔的样向机会。 同时也目领着几名幽暗三年龄段都有的竞争情面。 在中超少年的正大月子里, 大鲁鱼能够击到身边几名藤鱼队友赢得了一席之地。 虽然只是短短的二十年分钟, 但是对于这些学道来说,从此踏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。 这些学道到很多时间, 但是还是想法做一点分好。 但我不许多说, 大鲁鱼也知道了。 不许多,